8月12日 美国东洛杉矶学院 现代语言系中文 及中国文化终身教授刘荣文 在洛杉矶柔斯密市举办 荣获杰出教育工作者 殊荣庆祝晚宴 加州华裔众议员方树强 前联邦教育部助理副部长 张曼军博士 前加州财务长江聚辉 亚凯迪亚市长郑伯仁律师 市议员王爱林 盛盖博士议员丁炎瑜 Denis Manchak 盛盖博士平等委员会委员 Jorge Herrera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罗佩婷 El Monte联合高中学区 前教委文华东博士 美西华人学会会长林希致 东洛杉矶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Latisha Bojas教授 洛杉矶联合学区 威尼斯高中前校长Jan Davis 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 前会长廖茂俊教授等到场祝贺 很高兴啊 我们洛杉矶的文化教育界 一百多位朋友 在柔斯密市聚会 来庆祝我获得加州众议会 第49选区首届 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这个称号 我觉得这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 也是我们华裔社区的荣誉 因为这次我们有17位获奖者 但是华裔呢只有两位 刚才呢这个众议员方树强也讲过 我是高等教育里边唯一的一位 所以我把这个机会呢 当作是我将来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为我们的华裔社区 为我们的这个华裔美国社会 来争光 来这个争荣耀的一个好的契机 加州众议院第49区众议员方树强 推动设立的首度杰出教育工作者奖 经由张曼君博士推荐 刘荣文教授成为首度获得此项 殊荣的华裔教育工作者 充分肯定了刘荣文教授几十年来 在美国教书育人 努力推广中华文化所取得的成就 来自南加州的教育文化 艺术界的学者专家和艺术家 及亲朋好友120多人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并纷纷赠送书法 绘画 印章等艺术作品 表示祝贺 高度评价 他对于族裔和谐和文化包容的推动 以及长期服务社区公益事业 大力推广有教无类 因才师教的教育理念 今天有一百多位嘉宾来到 这个八八八海鲜 来庆祝我老公的这个奖励 和特别是他得到了 加州众议院的第19区的这个杰出教育奖 我非常的欣喜也很吃惊 在我们婚姻期间这么多年 特别来到美国他从事教育后 他一直持续不断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 不论风风雨雨和任何阻挠 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 我是非常感到非常的欣慰 而且对家庭对子女的教育 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 特别是由我老公的这个辛勤的教育 小孩成长得非常顺利 那我也非常开心 能在我老公后面做一个女人 我也很知足 那金木章里有你的一半 晚宴上还为刘荣文教授 及其他几位8月生日的寿星们庆生 1300电台主持人陈进松律师上台现场 南加州三大南高音彭彭 薛虎 宇立川 纷纷上台高歌一曲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南加州著名双语主持人彭南林 美国南加州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 于婉山连内主持晚宴的助兴表演环节 并献上歌曲与诗朗诵 整个晚宴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全美电视台记者柔思密室采访报道